娱乐八卦一语道破 大家好 小鱼今天又来和大家唠嗑了 6月10日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 当天许多明星艺人也纷纷在个人的社交平台上分享了照片 以独有的方式庆祝这个传统的节日 当天傍晚 赵丽颖也晒出了一张美照 并为此配文 高纵 随后赵丽颖工作室也转发宣传 举起两枚高纵 送上双倍祝福 工作室和BOSS祝大家端午安康我最综艺你 画面中的赵丽颖一身穿着打扮也显得特别的时髦 秀出了一双白都纤细的大长腿 而且也将她那曼妙的身姿完美地展示出来 虽然是帽子遮住了大半张脸 但是优雅迷人的气质也一日特别的强大 她也特意将自己的手掌和粽子辟得特别的大 俏皮可爱的气息也更加的圈粉了 而在57分钟之前 林根星也晒出了一张自拍照 并送上了节日的祝福 假期愉快 端午安康 我要工作去了 随后林根星工作室也转发调侃 BOSS出个对镜自拍教程吧 画面中的林根星也拿着手机 在卫生间里对镜自拍 看上去也依旧十分的帅气了 完全就是个阳光的大男孩了 而这一次她的手机壳也换成了唐老鸭的了 不再是与赵丽颖的情侣款了 因为我们也都知道 前段时间的赵丽颖和林根星的恋情绯闻 也传得沸沸扬扬的 先是两人在合作的古装剧 与凤行的庆功宴上 行为举止也显得特别的暧昧 宛如一对热恋中的小情侣 林根星与赵丽颖的互动可谓看点十足 两人间的小心思在镜头下显露无遗 甜蜜氛围引发热议 看来这对荧幕CP的化学反应真不是盖的 银宝与林狗再度携手登顶热搜榜 引发广泛关注 这对娱乐圈的热门CP总能掀起话题狂潮 粉丝们激动不已 期待他们带来更多精彩合作 据悉 一场原定的与凤行庆功宴 竟意外演变为两位主演的订婚宴 此事一出 瞬间成为娱乐圈的焦点 引发粉丝热议 纷纷猜测二人感情状况 在娱乐圈的热点追踪中 我们发现两位明星情侣的甜蜜互动 一人身着象征她的小兔装 另一人则穿着代表她的小狗衣 更在520这个特殊日子 从上海千里奔袭至重庆 只为与她共度时光 甜蜜满满 据余迹观察 每当两人同框 她的目光始终紧紧锁定在银宝身上 即便是银宝提出看似过分的要求 她也毫不犹豫地硬沉下来 丝毫不见犹豫 据娱乐记者独家爆料 两人暗地里平平洒糖 让人不禁猜测 他们是否真心想要展开一段甜蜜 且长久的恋爱之旅 这样的互动实在难以让人不服想连篇 传闻说这两人在吵CP 这可真是毫无根据的猜测 从两人的互动和言行来看 他们只是纯粹的朋友关系 没有半点情侣的蛛丝马迹 该剧已经完美收官 而两位主演早已是当红明星 因此无需借这部剧的热度来刷存在感 他们的人气早已稳固 无需多此一举 最近爆的是 网友们简直是疯狂到了极点 而主角们更是玩得比网友们还疯 简直让人叹为观止 这出大戏真是让人看得欲罢不能啊 据悉 这位女星在今日公开表示 正是因为有了你 我的故事才得以如此精彩地展开 她的话语中透露出浓厚的感激之情 让人不禁对她的演艺之路充满期待 好的 没问题 娱乐记者兴奋地回应道 言简一概 逻辑清晰 虽然用词简短 但准确传达了作者的核心观点 确保了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在这光鲜亮丽的娱乐圈里 如此大胆的举动 怎能不引发人们的无限遐想 不得不说 这其中的玄妙 真是让人忍不住想要一探究竟啊 近日 网络上一片呼声高涨 众多网友纷纷留言 热情呼吁两位主角能够牵手走在一起 成为一对家偶 这无疑给粉丝们带来了无尽的遐想与期待 灵狗人气爆棚 粉丝呼声震天响 纷纷高呼 在一起 灵狗加油冲啊 娱乐圈这对绯闻情侣 似乎成了众人眼中的金童玉女 期待他们能早日修成正果 灵更新之后 还晒出了她和赵丽颖的拍立得合照 更加引人猜想了 赵丽颖也在个人的社交平台上 晒出了一组与凤行庆宫宴的照片 她也为此配上了 开心开心几个字 还有笔耶 小凤凰的表情包 这也看得出来 她的心情特别的好 这也是赵丽颖首次担任监制的作品 工作室也在第一时间转发宣传 配合得相当的默契了 画面中的赵丽颖 也穿着黑白相间的条纹上衣 搭配蓝色的牛仔裤 一身造型也显得特别的休闲舒适 而她也一头乌黑柔顺的长发披肩 气质特别的优雅迷人 这精致立体的五官更是美得让人舍不得已开眼了 赵丽颖的面前也摆放着一个超大的蛋糕 上面有她在剧中的角色造型以及精彩的场景 特别的美轮美奂 而她也对着镜头竖起了大拇指 整体的画面也特别的唯美了 她也晒出了两张大合照 赵丽颖也稳稳地站在了C位 双手捧着漂亮的小脸蛋 对着镜头露出了温柔甜美的笑容 一双圆圆的大眼睛也特别的迷人了 而她身后的灵根心也露出了同款的笑容 还将自己的脸颊靠在了银宝的秀发上 这也略显甜蜜了 而另一张合照中 赵丽颖也是单手插兜 另一只手对着镜头摆出了剪刀手的造型 笑起来的时候也露出了洁白整齐的牙齿 灵根心依旧是站在银宝的身后 如剧中的行指神君一直都是默默地守护着沈黎一样 而她则是双手摆剪刀造型 放在了银宝的头上 瞬间让银宝变成了小兔子 这模样也宛如热恋中的小情侣 十分的俏皮浪漫了 我们也都知道该剧是赵丽颖和林根心的第二次合作了 他们之间的友谊也是有目共睹的 两人也特别的默契 在剧中也通过不少的画面展示出来 这也让不少网友期待着他们能够在一起了 我们也都知道该剧是赵丽颖和林根心的第二次合作了 他们之间的友谊也是有目共睹的 两人也特别的默契 在剧中也通过不少的画面展示出来 这也让不少网友期待着他们能够在一起了 当被主持人问到如果有机会和赵丽颖再合作 想演什么题材时 林根心表示 他和赵丽颖还真聊过三搭的话题 这两次都是合作古装戏 要尝试一下现代戏 林根心还笑着表示 至于角色关系吗 我觉得再升华一点 赵丽颖 对 再进步一下 然后我努力努力 我演你爹 赵丽颖被林根心逗得哈哈大笑 行 你再努力努力 林根心忙不迭地表示 我努力努力 在演技上和形象上有一些提升 如今 赵丽颖和林根心也同时在端午节的时候 晒出了照片送祝福 男帅女亮也特别地养眼了 也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也都专注于自己的事业 也期待着未来的他们 也能够继续地合作 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且优秀的作品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